今天呢咱们来解决一个问题呢 就是照片拍虚的问题 照片拍虚呢实际上是有两种可能性 误操作所造成的最终的结果 第一种呢是您没对上焦 也就是说相机的焦点没有正确的放在咱们想要拍的这个物体上 所以呢这个照片看上去 特别是咱们想要拍这个物体呢 它看上去是非常模糊的 但是呢这不是今天咱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咱们今天解决的是这照片总是看上去好像拍到了 但是呢它又有那么一点模糊 照片不清晰不锐利的这个问题 这个照片啊大概其实是长这个样子 大家好我是艾莉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101 咱们这一系列的内容呢 主要是解决相机的基础操作问题 那么如果您是刚买相机或者是刚刚接触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分享很多咱们在平时旅行和实际的生活 以及扫街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的问题 以及它的解决方法 咱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 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拍虚 第一您拍摄的这个环境啊可能会有那么一点暗 哎你有没有注意拍虚的时候大多数大多数的情况下 它是发生在暗光环境 比如说室内夜晚或者是您在阴影里边 哎阴影里边是大家没有注意到 它也算是暗光环境 其实没有太阳直接照射或者是没有灯直接照的时候 比如说哎今天这个阴天其实啊 它也有点阴影 咱们在云彩的这个阴影里边嘛 阴影里边实际上它的光线呢 也是属于比较暗的 虽然它比室内要亮 但是它会比有大太阳光的这种白天比较亮堂的时候呢 还是会暗一点 所以咱们姑且把阴影和阴天的环境呢 也算做暗光环境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呢 我们很容易把照片拍虚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咱们在使用长焦镜头的时候 也就是大于80毫米的焦段 哎这都算是长焦镜头 在使用这些焦段的时候 照片也很容易拍虚 特别是焦段越长 拍虚的几率就会越大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手真的是抖了 按下快门的这一瞬间呢 哎手轻微的抖动了那么一点点 哎您别小看这个抖动 实际上啊咱们自己感受不到 但是相机很敏感 它就感觉到咱们按下这个快门的一瞬间 这个相机啊 稍微晃了一点点 以上这一点呢 都是主观上咱们自身所造成的这个拍虚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咱们拍的这个对象 它移动了 那也有可能造成它拍虚 比如说您有没有发现 拍您家孩子跟您那小宠物 太容易虚了 因为他们动作太快了 咱们这个相机如果跟不上的话 那么百分百 您拍住这孩子跟这猫 或者狗 它肯定是虚的 那么几乎所有拍虚的问题 实际上咱们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最重要的点 那就是快门速度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使用一个恰当的快门速度 锁定这个画面 所以导致了最终拍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我还是要重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呢 就是安全快门 虽然今天当相机和镜头都有了防抖功能 并且这个防抖的能力越来越高的时候 但实际上安全快门还是需要牢记于心的 虽然咱们不用完全按照过去的这个安全快门的理念 去按部就班的去拍摄 但是在脑子里边咱们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好 什么是安全快门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您的镜头焦段 此时此刻正在使用的焦段是多少 那么这个数字就是快门速度的分母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用的是120的镜头焦段 那么我的快门速度不应该低于120分之一 在使用80毫米以上的焦段的时候 这个安全快门的概念呀 因为在使用这些焦段的时候 无论有没有防抖相机的这个防抖和镜头防抖功能多好 都非常容易拍区 所以在使用80毫米以上的焦段的时候 我仍然建议大家能够去遵循安全快门这个理念 当使用80毫米以下这些焦段的时候 实际上我就不太去刻意的把它锁定在安全快门之上了 特别是如果使用的是24毫米怎么办 难道使用1分之1的快门速度吗 那肯定还是会拍虚了 所以平时日常咱们比较常用的这些24 28 35 50 甚至于是80毫米的这些焦段该怎么用呢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 就是说快门的速度设置的越快 那么它越能够抓拍到一些动作非常快的瞬间 通常1千分之1秒 咱们会拍摄一些非常快的 比如说鸟啊动物啊什么的都会用到这么快的快门 甚至于要更快 平时去拍摄一些跑步 或者说一个摩托车在街边跑过 五百分之一秒基本上能够锁定到 像平时扫街如果我要去拍摄一些街边的人 或者说有一些街边表演 那我会尽量把相机的快门速度锁定在二百五十分之一秒 总之在拍摄之前呢 咱们先目测一下拍摄对象它的移动速度 那么它的速度越快 我们要设置了相机的快门速度 就要越快来适应它的这个速度 如果咱们拍摄一张 发现虚了 那就提高这个快门速度 然后再拍一张试一试 在这儿呢 想要给所有的小伙伴们一个小小的建议 那就是拿起相机去测试一个自己的安全快门数值 我的安全快门我定义为六十分之一秒 也就是当我拿起相机 无论在任何的场合下 我看到这个屏幕里的快门速度低于六十分之一秒的时候 那就要引起我自己的注意了 因为再往下走的话 它就不在我自己的安全区了 我需要调整其他的参数 把这个快门速度拉回到我自己的安全范围之内 您还真别太自信 给自己设置一个特别低的快门速度 因为在不同的时候 这个自己的安全的快门啊 它还真不一样 比如说您要喝了酒 或者说今天没太睡好 没吃饱饭 那都有可能端不稳相机 就算是有相机机身防抖和镜头防抖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安全快门呢 也不要把它设置到特别低 咱们可以设置一个 比如说打开相机机身防抖的时候 咱们的这个安全快门自己能端到多稳 然后再关闭它 再设置一个 自己心里有这么一个数 这两个参数就是自己的这个敏感区 只要是相机低于这个数值 就要引起自己的特别关注了 只要是咱们心里边有了自己的这个安全快门 在这儿的参数之后呢 相信以后您就很难拍虚了 在这儿需要澄清一个误区 一个相机能不能拍摄某一种题材 比如说哎 这台相机我买来 能不能拍我的孩子和我的小宠物 能不能去拍飞机摩托车呀 在这里边呢存在两个不同的速度概念 第一快门速度 它实际上啊说的是相机曝光的时间长度 这个速度是当快门一闭一盒 这个速度 开关的速度 所以说它开的越快 曝光的时间就越短 它开的这个长度越长呢 咱们曝光的时间呢也会变长 所以长曝光就是它这个快门打开很久 曝光很久 所以是长曝光 快门啪一下就打开关闭了 那它就是高速快门 咱们用来去拍摄一些体育的活动 或者是说小宠物孩子 其实每一台相机都拥有超高的快门速度 就即便是我这个巨慢无比的中化服务 它实际上也是支持 我看看多长啊 最快它也可以实现四千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 那实际上能不能拍高速题材 实际上跟快门速度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相机的响应速度才是真正会影响到 咱们到底能不能拍摄一些高速的题材 它的连拍速度够不够的一个罪魁祸首 响应速度我之前就提到过这个事 咱们就拿这个中化服务力 它的响应速度就特别的慢 现在呢 打开这个连拍模式 这就是它的连拍速度了 它每拍一张中间呢 您都感觉它得捣唤一下气 你可以听这个声音啊 所以咱们在购买相机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响应速度 也就是当它连拍的时候 它中间要喘息的时间有多长 像这个相机 它就不太能够去连拍很多张那种 比如说爬一鸟过去 咱们可能连拍几十张 从里边剪一张好的 它呢五张 也就是说五张之内 咱们必须得有一张命中了 您看这个相机呢 使用的是八千分之一秒的快门 然后呢 我已经调成了这个高速连拍模式 可以听这个声音啊 它的连拍速度很慢呢 它中间的那个喘息和黑屏的时间呢 就会相比较来讲要更长 那么连拍速度快点的机器呢 在中间的这个黑屏跟喘息的这个速度呢 相对来讲就要更快点 所以它才更适合去连拍 所以如果您购买相机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去拍您的跑了倍快的这个孩子 跟小宠物的话 那么去买相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 那就是它的连拍速度 像现在的五反相机基本上都是一秒 二三十张不成问题 所以拍孩子拍宠物什么的 实际上都问题不大 只是说如果您再去选择一些老型号 或者是像中画幅这样的比较特殊一点的 相机型号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一点 那就是相机的连拍速度 最好我认为还是去实体店 去打开它的连拍模式 看一看它中间的那个响应的速度 以您平时去拍摄某种高速题材的经验 您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响应的这个间歇 能不能应对您所拍摄的那个题材 当然最好还是租一台先试试 对不对 在这呢咱们稍微提一下一个正确的 我相机的方法 这个知识虽然特别的基础 但是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特别是初次买相机的小伙伴们 这个手呢可能会有点无处安放 实际上呢咱们握住相机的手指头啊 只有三个大拇指 压住相机的背部 这两个手指头抠住相机的这个手柄 只靠这三个手指头 您看我就拿住了这个相机了 非常的稳健 您这手应该是这个姿势的才对呢 剩下呢这个小拇指 如果这个机型小一点的话 您有发现这个小拇指呢有点无处安放 但是不要紧这个手指头啊 本来它也不是主要用于抠这个相机手柄的 当然如果能有地抠 那它会更稳 手感握感要更好 腾出来这个食指呢 主要咱们就是用来按快门的 所以说咱们拿起相机的时候 这剩下的这三到四个手指头用力 这个手指头实际上是很松弛的 不要用力 所以这样呢 您再按下这个相机 快门的一刹那呢 就很少造成抖动了 否则的话使劲用这个手指头抠这个相机快门 它就很容易造成抖动了 所以说正确握相机的这个方法呢 也可以减少相机的抖动 降低拍虚的几率 所以当咱平时拍照的时候呢 首先采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拍摄的姿势 比如说双手握相机 这个手握住相机 另外一手拖住相机的底部 这两个腿呢可以做一个支撑 这样去拍摄呢相对来讲呢要更稳定一点 或者如果周围有像这样的硬物 能够有一个很稳定的支撑 我们把胳膊支撑在这个上面呢 也可以得到更稳定的手握相机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不太容易拍虚 或者是靠在柱子上都可以 当咱们使用光圈优先模式去拍照的时候 实际上更容易拍虚 因为咱们拍着拍太开心了 就忘了去关注这个相机的参数了 所以在拍摄每一张照片之前 咱们先对环境进行一个测光 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光线 由于今天有点阴天 咱们一测发现这个快门速度在六十分之一秒 实际上它就卡在我个人的这个安全快门之上了 那我觉得呢有那么一点不安全 在这个时候呢我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开大我的光圈 还有呢就是提高我的ISO 光圈决定了我所拍摄的风景的景深 那么我现在不想失去景深 因为我想要这个场地的一个纵深感 那么我决定保留我的光圈 那么我就提高我的ISO 提高了多少呢 直到这个快门速度到达一个比较安全的 那么现在我呢是一百六十分之一秒和二百分之一秒 相对来讲我觉得就更安全了 再加上我现在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支撑相机的姿势 那么我就可以安全的拍摄了 那么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我不能提高ISO了 比如说ISO现在已经是六千四了 那么我剩下的就只能是加大我的光圈了 所以是在选择加大光圈还是提高ISO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脑海里应该有两个抉择 那么我们要了景深就要不了噪点 要了噪点就要不了景深 但是介乎于现在的这些摄影的后期软件实在是太厉害了 它们的降噪能力还原能力都超级的强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舍不得用自己的ISO 所以说当大家在家里边室内暗光环境去拍摄小宠物和咱们的孩子的时候 使用大光圈高ISO高快门速度 准保没错 不信您明天就试试 肯定虚不了 放心吧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101 我是ID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还有更多的摄影小百科知识等着大家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相机使用的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 咱们之后的视频内容尽量的都能够为大家解决大家所遇到的这些问题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